來 這張是郭立峰的圖 有留言問問題說要怎麼樣提高精緻度對不對 我看到了你的問題 那我認為精緻度在我眼中看你的圖 我認為後來一定會自己成長上去 就是 你的風格不用那種 非常誇張的筆觸描繪 你就能夠呈現精緻度 但是你現在問題不在精緻度 我覺得精緻度這個東西後面會自己出現 你的畫法跟你目前的理解力一定會自己出現 那你現在缺的是什麼 缺的是比較 扎實的結構 你們看一下我改過的 這是改過的 看得出差異嗎 看得出來嗎 稍微縮小一點再看一次 好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改動 第二個改動呢 我全部改體態 有些東西是結構的理解 你結構要正確 你才能夠探討細緻度 結構是錯的 或者結構的理解不夠 精緻度是探討不下去的 所以並不是說在一個範圍內 我塞超多筆觸 它就會變精緻 或者我塞很多畫什麼的 不對 這樣的想法 它是精緻不起來的 所以結構必須正確 必須在一個合理 或者在一個人家視覺 辨識的範圍內 那你們看一下 光是你原本這個頭 你了解中分頭嗎 一分下去之後呢 你真的是什麼一個 我這種感覺是好像有點中間 我想到一句成語叫什麼 風行朝眼 詩詩笨講 為什麼這樣 啪就啪了這樣 好像被什麼東西壓過去 不是應該這樣子比較合理 撩起來掉下來 撩起來掉下來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為什麼好像忽然間 就好像中間有什麼 外星人撵過去的感覺 這是你原本 你看整個凹下去 有沒有 然後結構上在畫五官的時候 也稍微有一點點 就是有一點卡 看一下我的 這是你原本的 然後這是修改過的 然後看一下身體其他地方 像這個腿 這邊要站的比較前面一點 可是你原本的狀況 是有一點稍微 幾乎是平的 這條腿 稍微往前站 會比較好 那這種結構上 包含 你會說這個問題 不是構圖的問題嗎 對 有些時候只要把這些問題給改掉 你的精緻度就會直接上去 精緻這個東西 它並不是在一個範圍內的內容 內容影像有多麼的豐富 或者多麼的逼真 在一般賞圖的標準下 它並不是這麼回事 它是一個 一個視覺的效果 所以你要提升視覺效果 有些時候精緻 說不定就不需要你原本 腦中幻想的那種 精緻的起伏了 你要先正確 然後像你畫面左邊的手 你的正確度有點問題 這邊幫你整個調過 調過之後再來就是說 像你單一塊區塊之內 你目前畫的東西 我覺得還蠻恰當的 就是夠用 夠你用 可是整體性的東西 你欠缺這個 這是一個大投影 大塊陰影 這個要有 效果才會出來 所以 像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我這樣看前後修改 你就看到這樣的投影 出現之後 它的質感會提高 那 之後如果還需要 我們再去針對 封閉影再增強 但是基本上 外輪廓畫正確 不只是邊形 修乾淨而已 手臂該出現的位置 因為有時候你畫偏 畫歪掉 它整個結構就閃掉了 它就開始散降 所以表現上 我們先 對你來講 我覺得比較長遠 而且很根本 能夠大幅度提升的 一定是這種 比較偏結構面的東西 把它好好要求 OK